我们先拍一个我儿子让我去摘冬瓜的一个镜头 来 我们点击开始 老妈 冬瓜熟了 我们去摘冬瓜吧 好 来 我们点击结束 这里再来拍一个我回应我儿子的镜头 点击开始 冬瓜熟了 走吧 去摘 好 来 我们点击结束 我们这个镜头再来拍一个我跟我儿子同框的一个镜头 来 点击开始 老妈 我看那个冬瓜太大了 都快要把头给摘断了 那要赶紧摘了呀 好 来 点击结束 我们这个镜头再来拍一个我跟我儿子走到冬瓜旁边 准备去摘冬瓜的一个镜头 来 点击开始 哇 这么大 是该摘了 好 来 点击结束 我们为了衔接上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再来拍一个我们摘冬瓜的一个特写 来 点击开始 好 写好啊 这个镜头呢 再给灯瓜藤来拍一个空镜头 好 用手拿着手机就这样 给它拍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拍一个我跟我儿子抬起瓜回家的镜头 来点击开始 哇 老妈这瓜也太大了 够我们吃两天的了 那两天也吃不完呀 我们现在开始剪辑把拍好的视频按照顺序给它点进来 点击添加 我们这是一条有内容对话的视频 想要快速找到人物说话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识别字幕 点击文字 点识别字幕 开始匹配 现在字幕已经生成 我们看到啊 字幕是在这里出现的 那么人物呢 说话的地方也是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始点亮视频条 点分割 这边是准备动作 我们就给它删除掉 继续来拖动 我们看一下 我儿子说我们去摘冬瓜吧 在这个位置 说完话结束了之后 后面呢 是我说的一些废话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位置点分割 把多余的动作给删除 第二段视频呢 我们看一下 好 人物是从这里开始说话的 那么我们要把前面的动作 给它留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点分割 把多余的动作删除掉 接着继续往后拖 好 人物从这里将要出镜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点分割 多余的镜头删除 后面的每一段视频呢 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裁剪的 我已经提前剪辑好了 那么我们返回到视频的最前面 我们给视频 我们添加背景音乐 点击返回 找到音频 点音乐 我们选择人间烟火来使用 到视频的结尾 我们来看一下 音乐条比较长的话 我们给它分割掉 把多余的删除 我们再返回到前面来 有好多姐妹说 我不会设置封面怎么办 然后呢 是在这个位置设置封面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视频帧 白色的竖线是视频帧 我们选择一个喜欢的画面 比方说我们喜欢这个画面 我们选择添加文字 我是做记录生活的 那么我们输入记录生活 好 然后摘瓜 然后呢 这个样式选择一个亮一点的字体呢 选择一个喜欢的字体 好 然后打对钩 把这个字体放在上面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点保存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一段视频 我们就剪辑好了 我们可以点亮 上方的一个倒三角 分辨力不变 针力马力 我们拉到最大 然后点倒出 一起来看一下成片效果吧 老妈 冬瓜熟了 我们去摘冬瓜吧 冬瓜熟了 走吧 去摘 老妈 我看那个冬瓜太大了 都快要把藤给摘断了 那要赶紧摘了呀 哇 这么大 是赶紧摘了 有点紧摘 哇 太大了 哇 老妈 这瓜也太大了 够了 吃两天了 哪两天也吃不完呀